我们来看这道题 考察机器术的乘出法 而机器术的乘出法这一块 并不属于考察的重点内容 所以大家只要通过一到两个题 掌握它的基本操作 了解它的基本特点就行 在遇到类似的概念题的时候 不要慌张 可以通过逻辑判断给它看出来 比如说这道题看一下 A和C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那么肯定A和C不能同时学 B和D 前半段说的也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D这句我们来观察一下 既然符号位不参加运算的话 又怎么根据运算结果来确定符号呢 所以它是矛盾的一个说法 这么说大家可能有点懵 我们这样来想想 一个数据是由符号位 加上数值位来构成的 所以如果运算过程当中 符号位没有参与的话 那么仅凭数值位的运算 是没有办法确定整个运算的符号的 这种情况下 在计算完数值之后 还要单独的来处理一下符号位 也就是符号位不参与运算的时候 它是需要单独判断的 并不能直接根据数值位的运算结果 来确定它的符号 这样绕一圈应该清楚了 所以根据排除法 我们选择B选项 但是作为一个考点来说 还是应该严肃一点 回顾一下这个知识点 圆码它的特点在于符号和数值 和绝对值直接拼接来构成这样的编码 所以它的运算的特点也是这样的 绝对值分开处理 符号位分开处理 其中对于乘法来说 我们知道同号相乘 最后的结果是正数 一号相乘最后的结果是负数 这就是符号位的得出 而绝对值这块是由加法和一位拼接起来 完成整个圆码的乘法运算操作的 比如说对于这样的两个真值 这里稍微复习一下 真值它的特点在于 有正号和负号这样图形化的符号 写成机器数之后 不能再出现正和负这两个符号 而要把它们转化成零和一 而对于绝对值这一块具体用什么净值 只要大家看得舒服就行 所以这样写出来的实际上是二净值形式的真值 它还不是一个机器数 接下来我们先把它们的绝对值部分转化成机器数 这里用双符号位 而由于是圆码进行运算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两个绝对值去进行乘法 符号位单独的最后再去判断一下就行 那么这两个绝对值进行圆码乘法的运算 是这样来做的 可以结合平时的首算乘法来理解这个过程 平时我们计算这样两个数相乘 是不是中间写出来是这个样子 每一步是用乘数乘上倍乘数 然后下一步用第二位乘数乘上倍乘数的时候 是需要左移一位的 最后再对这四个数进行一次相架 得到成绩 这个是最终的成绩 但是观察一下如果这样来算的话 就需要中间有很多步 都需要单独的一个单元来进行保存 这对于运算器来说是非常的不友好的 所以在运算器当中进行机器入操作的时候 我们是用右移来代替刚刚这样不断左移的过程 而在每次计算出这部分积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加法完成掉 就不需要把每一步的这个结果都保存下来 那么结合这个思路来看一下这个圆满乘法的操作 就很好理解了 需要有一个东西来保存一下求和的这个结果 那么那个东西里面最开始放的是一个全0 然后我们把乘数放到这边来 根据乘数的最低位来决定 下一步应该是加上一个被乘数还是加上0 分别对应这边的加上一个被乘数还是加上0 那么乘数第一位是1 所以第一次应该先加上一个被乘数 得到一个求和的结果 这个加完之后 因为下一个数是比它要大的 所以可以用它的右移来代替下面这个数的做移 所以我们下一步是右移的结果 右移顺便就把被乘数 顺便就把乘数这边也右移 这样我们可以聚焦到它的第二个位置 也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位 那么根据第二位是1 再加上一个乘数 求和得到一个结果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和乘数一起右移 聚焦到0这个位置 相当于进行到了这一步 然后把这个0加上来 再右移 再根据聚焦到的是这里 最高的这一位乘数 然后应该加上一个1101 那这里对应加上1101 再右移 最后就得到了最后这个整个的求和结果 观察一下 它们的结论是一致的 这就是圆马乘法的基本操作步骤 以及它的一些特点 符号位和绝对值 是分开考虑的 当然 我们这里的结果计算出来的是一个绝对值 还要根据这里是符号 这里是正好 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一个符号 把这个绝对值的符号给它加上去 才是最后的结果 接下来对比一下补马的乘法 补马的乘法 它有自己的一个计算方法 叫做boost算法 那么补马的特点就在于符号位是可以参与运算的 从普通的加法和减法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再求两个数它们的绝对值的补马形式 而是直接拿出它们的补马 并且根据这样的一个判断规律 来进行部分集的加和减的操作 那么还是这样的两个真值 对它们进行博马乘法的操作过程 就是这个样子 最开始还是一个全零的 可以用于求和的部件 乘数写在这边 这个时候要给它补上一个零这样一个位置 最后接下来就是根据这两个位置 是10还是01还是00还是11 也就是对应到这张表来决定下一步操作是什么 当然为了使这些操作更加一致一些 我们一般是在这里只需要右移的地方 再有一个加零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加零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对于这个地方 大家对着书上的那个操作步骤 把它过一遍 知道它基本上是怎么样操作就行 大致观察下 它经过的右移的次数 跟刚刚圆满的操作次数是一样的 不过它的加法的次数要多一次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 这两种乘法运算 圆满乘法的特点在于符号位是单独考虑的 补马乘法是符号位参与运算的 在进行运算的时候 使用的都是两位的符号位 而补马运算由于要考虑符号位 所以它的乘数是要把符号位一起 传进去的 然后就是关于雷加的次数 刚刚数了一下补马的次数 是刚好比要计算出来的那个位数多一位 回忆一下刚刚的两个数都是四个有效数字 总够需要右移四次 也就是这里的N 而补马这边要多一次雷加 所以它是N加一次 和一位来说 两种乘法 它们的一位次数方向都是一样的 以及位数都是一位 那么这道题将解结束 以上真的有很多 感谢观看 我们来看这道题考察机器数的出法 首先机器数的乘出法这块并不是重点的考察内容 所以大家在对这块的理解上 只要通过一到两个题掌握一下它的基本操作步骤 以及一些特点就行 而遇到相应的题的时候 实际上可以通过逻辑判断把它的选项选出来 那么关于这道题 首先回顾一下圆码和补码的特点 圆码是符号位和绝对值分开考虑的 不管是对于数据的表示 还是对于运算的操作来说 都是符号位和绝对值简单拼接 而在乘出法这块 它的绝对值就是由仪位加上加法这两个操作来完成的 与此对应的 不骂 它的特点在于符号位参加运算 所以在实现加法机电路的时候 是不需要单独的去处理符号位的 它只需要直接仪位和加法相互协同 就能完成加减称出这几种运算 那么根据这两个特点 既然符号位是参加运算的 那么它肯定就要影响每一步的操作 而体现出符号位影响了运算的那一句描述 就是B选项这个描述 根据符号位的特点来决定构减上0还是上1 A和C他们两个的说法 都是没有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说的 而确实这样判断出来会感觉很虚 因为还有一个以上都不对的这样一个论断 所以我们还是严肃的来回顾一下 不骂它的处法的这个过程 在此之前可以先看一下圆马处法 圆马处法由于是直接对绝对值来进行操作的 所以它的操作就比较直观 把备除数写好 伤先放成全0 接下来如果是手动处法的话 我们会目测两个数够不够减 够减上1不够减上0 而机器没有办法目测 所以它只有先减了再说 所以第一步先减去外的绝对值 相当于加上它的绝对值的相反数的补码 减完之后看结果 结果是复数说明是不够减的 所以伤0 伤完0之后如果是手动处法的话 我们会把整个数据往右移一段 那么体现在机器当中它是习惯左移 所以下一步是左移 那这个伤是高位的伤 我们把低位控出来 伤也左移 在下一步 既然知道的上一步是不够减的 所以下一步应该是要把减多了的那一份加回来 当然因为这里用的是加减交替法 通过这一步左移以及加回它的绝对值的这两个过程 实际上是完成了恢复余数 并且进行下一步减的判断的这两个过程 这一块大家可以参考教材再去回顾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方法具体怎么操作进行下去就行 那么这里加完之后再次判断一下 发现结果是一个正数 说明上一步是够减的 够减的话就商1 然后还是左移 左移之后把伤的低位控出来 那么既然上一步够减了 这次就大胆的再减一次 那么减完之后看一下结果是正数 所以再上一 再次左移 就按照这样不断的循环 那么当然再下一次的话 减完之后发现是一个复数 这次是不够减了 所以伤了一个0 后面再是左移 再按照这样的规律去上伤 和决定下一步是把它加回来 还是继续减下去 一直到我们得到相应位数的伤之后 就可以停下来了 这个时候这边所写的就是伤 这边所写的就是余数 当然最终的余数是要乘上一个2的 负的左移次数 这个次方的 比如说这里就要乘上2的负四次方 因为左移了四次 这是约骂处法的情况 接下来看一下不骂处法 那么补马处法可以看到 就不再是对它的绝对值进行操作 当然这里打错了 应该是一个方括号 直接对它的相反数的补马 以及它的补马进行操作 这里采用双符号位 这次就是用补马的形式 来判断是否够减了 但是由于补马 它处理的不是绝对值 而是带符号的数 就涉及到负数够不够减 以及正数够不够减的问题 所以这里定义了 够减这个概念 它指的是绝对值的大小 如果被减数的绝对值 大于减数的绝对值 那么这个情况叫做够减 那么可以看到 正数和够数的情况 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们假设被除数是Y 除数是X 余数是R的话 够减是分两种情况的 在X和Y同号的时候 我们是用Y减掉X 来得到余数 判断够减的方法是 X也就是被减的 也就是减数和余数同号 叫做够减 而被除数和除数 这里可以理解为 被减数和减数 它们一号的时候 求余数的方法 是要用加法的 最后再根据减的结果 和减数之间的符号 也就是它们两个要一号 这个情况是够减的 可以看两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被除数是-3 除数是-2和-2 那么不管它跟哪个来相比 它的绝对值都是大的 所以应该都是够减的 但是体现出来的符号上的 规律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第一个-3和-2同号的时候 求余数的方法 是要用减法 也就是用-3 减掉-2 得到一个-1 这个时候是够减的 够减的特点在于 这个被减 这个减数和减完之后的 这个结果 它们的符号是相同的 那么结合够减的这个定义来理解 它要比的是绝对值 同号的两个数要比绝对值 肯定要用减法 并且如果同号够减的话 减下来应该是 这两个的符号是一样的 比如说两个都是符号 减出来应该是一个负数 表示够减 两个都是正号 也就是3-2 减下来应该是一个正数 表示够减 所以最终用的是 这个-2和这个-1的符号 来判断是否够减 而1号的时候 要把它们两个的绝对值相减 其实是要做一个加法 最后还是通过 这个正二 这个正号 和结果的这个-1 这个符号 来判断是否够减 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停下来 稍微思考一下 那么有了构减这个概念之后 实际上对于补码这边的操作 跟刚刚圆码是类似的 不断的交替的 把除数加回来 以及减回来 以及来判断 下一个伤应该是伤多少 而现在最后得到的这个伤 它是带符号的 不像刚刚符号 是要单独判断一下的 那么能够判断构减了之后 最终上伤的规律是这样的 如果是同号相处 够减的话上1 不够减的话上0 如果是1号相处 够减上0 不够减上1 刚好是反过来的 这一段的详细的推导过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教材 如果觉得还是难以理解的话 可以到答疑区留言 我们再单独的做一个讲解的视频 那么这道题讲解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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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来看这道题 结合C语言考察机器数的运算和一些处理 这里采用的是8位的字长 所以待会的机器数都要写成8位 那么它要把集成器对应到变量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映射书写一下 下面来看第一问 要求R1 R5 R6当中的内容 那么观察一下 R1 R5 R6对应X Z1和Z2都涉及到无符号数 这个地方先补充一下知识点 它考察的是无符号数与有符号数之间的转换 这个转换的特点在于 它的这个复值的过程 是直接传递二进制串 不会改变里面每一位的值 这样把整个串复制过去之后 再根据前面这个解释 来决定二进制串的最高位 是解释成符号位还是数值位 这就是C语言当中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之间的转换 所以我们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应该是先把二进制串解析出来 先看R1也就是X134 要把它写成二进制 这里推荐的方法是 把134看成128加4加2 也就是按权展开相加的逆过程 再把这些拳对应的位置写上1 就得到了它的二进制形式 最后再按四位一组的形式转化成16进制 转化成16进制就比较方便了 这四位读出来是8 这四位读出来是6 那么86H就是它的16进制形式 既然最后要转化成16进制的话 那么我们结合处击取余的方法 可以直接除以16这个G 那么分别得到8和6两个余数 倒过来写 就是我们要的86H这个结果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R1当中的内容 接下来要的是Z1和Z2 但是它们都用到了Y 所以我们要对Y也进行一下二进制的转化 这个转化 当然也能用刚刚的这种相加的方法 但是这个数字推荐用减法 也就是它跟255是比较接近的 255它的8位自长的形式就是8个1 当然如果大家喜欢用256也行 也就是一个1 然后8个0 那200这里我们就用255了 246是255减掉9 9对应到二进制的形式是4个0 然后1001 一串全1的串减掉其他另一串 它的效果都是取反 所以我们只要把后面这一串取反就行 当然大家也可以按照标准的运算方法来计算 1-1是0 1-0是1 这样也能感受到它其实就是一个取反的效果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22当中的内容 就是Z8位二进制位 观察一下之后会用到-Y这一操作 所以这里我们把Y它的相反数的补码也写一下 那么既然说到补码这里就是把它当成无符号数来看了 那么既然说到补码这里应该是把它当成有符号数来看了 已知一个数的补码要求它的相反数的补码 计算方法是整个数据取反 然后加1 也就是先取反得到对应的这个取反之后的结果 再加1得到它的相反数的补码 也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个过程 现在的Y它应该是一个负数 那么它的相反数应该是一个正数 而符号位变成了0代表正之后 还要把数值位对应的变成它的圆码的绝对值的形式 补码的数值位变到圆码的数值位 就是取反加1 也可以这么来理解 不过还是建议直接记一个数 它的补码变到它的相反数的补码的那个过程 就是整串取反加1 这个算好了之后 我们来算Z1和Z2 Z1是X-Y 也就是X加上-Y 那么用补码来进行操作 就是X的这串二进制的形式 加上刚刚我们所求出来的这个负外的补码 直接用二进制加法 进行一下运算 得到它的结果 就是Z1 那么这样的话 有人会问 明明是无符号数的运算 为什么要转化成 请不吝点赞 大家订阅 在这里 砸仰 Musi 还好 感谢观看